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新西兰中国制造机首歌 今天又到了边齐边聊的这个环节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就是聊聊为什么我在国外生活 没有当初选择回国 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说句实话 就目前咱们祖国发展的这个大好形式来看的话 回国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无论是从生活质量还是从收入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还选择生活在新西兰 首先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回国对我的诱惑在哪里 这里我列举了几点 就是回国的优势啊 所以说大家耐心听我一条条说 第一条就是所有的 我所有的国内 就是亲戚朋友们都在国内 无论出国多少年 就是回国这种家的感觉和熟悉感 这个是肯定要比不管在国外生活多少年 要来的更加亲切和热情的 第二点就是国内的气氛 就是说更加活跃 不难想象 回国后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局 我很幸运我周围的朋友们都还是比较宠我的 其实每次这几年回国基本上都是朋友们请吃饭 然后其实我内心一直也是比较愧疚的 最后就是也许真正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在国内生活的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种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是新西兰年轻人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为祖国的成就点在 因为我在新西兰看见这里的社会人们 很少去就是说能更新他们的生活用品 也有可能他们现在还在用这种苹果4的手机啊 或者是用一些很老的笔记本啊 然后所以说在国内的生活朋友们 你们不知道啊 中国现在的物质真的已经是走在世界最前列了 就包括像我一个在国外生活这么久的人 你让我去当地去购买衣服 其实都是激起不了什么欲望的 所以说每次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回国 都会去买很多很多带过来 我如果说的更直观一些吧 就是在我周围生活的就是当地朋友们 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见一个跟我同龄的人 他们有人是在背LV的包的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现在我在国内的朋友们 他们用LV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了 所以说突然有一天哥想回国的时候 也买个大大的LV 然后背来新西兰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就是想浮夸一下 这种诱惑还是非常大的 好那我们圆归正传 在说完国内的各种好之后 那到底在国外是什么样的东西 让我选择留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一开始最害怕的 那就是孤独 这种孤独真的是我跟你说 国内的朋友们 你们是很难体会到的 但正是这种孤独以及生活上的对比 让我学会了一个人去体会观察和思考 思考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 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也是因为在这种孤独当中 我慢慢的爱上了健身和汽车 这两件事是我在新西兰生活中最好的两个伙伴 新西兰没有只最精密的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常年执着坚持的生活方式 逐渐逐渐的这种一个人的孤独 变成了一种平静和温和 可是这种平静并未让自己变得冷漠 每当看见儿时伙伴们在朋友圈发的各种聚会照片时 虽然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 这么多年的分离也损失了很多跟朋友们相聚的时光 但是那些曾经一起欢度时光的日子 还是依旧能浮现在我现在的脑海中的 慢慢的这种回忆 这种记忆就会在国外的这种孤独中进行发酵 然后就会那种那种美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很让人很沉迷的 所以我知道我虽然现在身在国外 但是我其实内心里是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来自那片土地的亲人朋友们 好那最后想说的就是一千个人 信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相信每一个在国外生活的同胞们都有一个自己的坚持和理由 不管这个坚持和理由是什么 那我们始终都是华夏的子女 那这个是我们文化的源头 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相信自己总有回国和家人亲戚们团聚的那一天 就是永远团聚的那一天 但是我希望那一天是当我完全清楚的认知 认知自己 然后即使再回到国内的时候 然后可以还是这样像在国外一样坚持做自己 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带着我新西兰的小家当一起搬回国 最后就希望大家一切都能平安 很多时候人们不是每次都能收回卖出去的步子的 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我 你后不后悔出国 我不后悔出国 我到现在还是不后悔 是出国让我看见了世界和认清了自己 但是你让我如果重新回到出国的那一年 再选择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选择在家跟朋友和家人们 没关系 你输得很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